把手套戴上 手套好像在车上 那我去啦 那我去去车里吧 站住好像 拜拜 我们住的民宿的主人 因为这里的日出很美 所以从路尔岛搬家过来 从日本最南端搬到了最北边 我也想看看这里的日出 到底有多迷人 天气预报显示 凌晨是阴天 无法看到日出 但是我不甘心 依旧三点钟起床 开车五分钟 到了海边的停车场 想要试一下运气 老天没有辜负我的执着 虽然海平面有很多云 但我还是成功的拍到了美丽的日出 好冷啊 我的车停在这里 现在 看一下我的位置 太阳马上出来了 在这里等日出 没有三脚架的 只有把这个放在这个墩 柱子上面 刚好有个柱子还挺好的 稍微需要调整一下脚的 像这样的画面 运气比较好 昨天天气预报说完全是隐 现在好像稍微比完全是隐 要好一点点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太阳 现在是三点半还有十多分钟太阳出来 太阳出来了 而且能看到能拍到 今天这个早起没有埋废 没有辜负我 太漂亮了 太阳马上出来了 太阳马上出来了 看日出的海边是一片湿地 这里本不在旅行的计划之中 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看完野生棕熊之后 我们就开始了漫无目的的行程 比起按部旧班的旅程 我更喜欢充满未知 可能在旅途中遇到一处隐秘的宝藏 意外惊喜是旅途中的一大魅力所在 可能是一幅迷人的风景 与当地人有趣的交流 也可能是与新朋友的邂逅 那些出复意料的瞬间和景色 往往是最美好的回忆 使旅行更加丰富 且难忘 从民宿主人口中得知 这片湿地纵向长达26公里 超过260种珍贵的鸟类在此栖息 5月到10月 这里还是一片美丽的原生花园 各种花儿相替开放 这片湿地正在以每年50米的速度下沉 涨潮时海水会侵入湿地 树木被海水侵蚀 造成一片白骨枯木立于湿地的奇特景观 这片海与湿地交错的区域 还生活着鹿、海豹、虎头海雕和白尾海雕等珍稀野生动物 这片湿地交错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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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非常核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